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金娘 好 是谁 什么事 是不是有人打你 是啊 人呢 在那边 好 我去追 是谁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你干什么 让开 新年人 下次别让我再碰上你 怎么会这样 昨晚不是去喝酒了吗 怎么会回来这里 糟了 糟了 好好的打了习惯一顿 我真的不是人 我 糟了 第三道难题还没有做 那个毒蛙会不会帮我 糟了 现在什么时辰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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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穿件衣服 知道 冷了 要脱件衣服 知道 凉了 要多盖条被子 知道 热了也不许踢被子 不然很容易着凉的 知道 汪夫人 汪夫人 这真的要走了 汪夫人 包兄 真要送夫人走吗 就是啊 让他留下吧 放老爷 别怪我多嘴 管你家的事 你看 这回就苦了 是 让汪夫人留下吧 不行 做人岂能反反复复呢 若不能以身作则 以致言而无限的话 以后还能带领其他的人 包姐 走 汪老爷 请留步 请问 这位是我们家小姐 她叫严永春 严战是我们家老爷 对了 还有这几位 是我们家小姐的好朋友 原来是明镇杭州严战的千姬 请坐 不知道几位小姐大驾光临 有何指教 方老爷 有事相求 是 怎么还没来 云小姐 你好 及时赶到 您写的 不是 是从那些古文大家的文章 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拼成的 悲絮德而能文章者 无以为也 其器充忽其中 而亦忽其貌 情忽其言 而见忽其文 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德性 就写不出好的文章 这种气概 灌重于她的全身 洋溢在她的样子上 也洋溢在她的言语跟文章里 天小姐 过奖了 我不是说您 我是说您的夫人 苗翠花 如今无德无能 我还没念完呢 对不起 请继续 持久浩健 用才如粪 土 就是说 大夫人为人豪爽 而且一身金人武艺 而且又舒才仗义 金汉之色 游渐于眉宇 就是 就是金汉之色 渐于眉宇 我想说我 说谁呢 你 我 既 既 是 是 是浮游 我知道 既浮游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粒 一粒 是一粟吧 写错了吗 此地有所乐乎思道也 无怨与闻焉 就是说 我们见到方夫人有这样的雄才大略 自己觉得很渺小 所以愿意追随方夫人 向她多学习多请教 几位的意思是 我从头说好了 古人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可是若不读书试字 又怎能败读古人的文章 追随古人的教训呢 说的没错 再说 学习武艺 强身健体 又有何不当 说的也是 可是 身为女子 却因男女授受不轻 没有办法到书院读书 所以成立了蓝星社 近日文的方夫人 原来文武双全 所以重金礼聘 请方夫人做我们的老师 我 你 就是你 你看他们连写几个字也写得一塌糊涂 太不像话了 真该有个人来教教他们才对 爹 方老爷 既然你们这么仰慕先贤的道德文章 以后要好好的加以学习 若方德不同就是对先贤不敬 好吧 你三天没吃饭了 嗯 不是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嗯 真的很好吃 嗯 当然了 你们这些千金小姐早点吃的该是鲍鱼海生摇柱发生皮蛋瘦肉粥 其实不是了 因为我从来没什么早起过 辛苦你了 嗯 有点怕起不了床所以根本没睡 别啰嗦 吃完东西再说话 我还没问你呢 为什么第三道难题我还没回答 你又肯帮我 我爱多管前世 你管得着啊 你放心 我方氏玉不会白占别人便宜的 第三道难题是什么 说 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 好 随便你 不过要是在我死了之后你才想出来 那你就吃亏了 嘿 放心啊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不要玩这些东西了 死 哇 你打这么用力啊 那就演一下吧 我打你 你还打这么用力 你不要用力 小姐 我看你今天难开心的 是吗 嗯 我猜啊 一定是因为方氏玉 你瞎说什么啊 今天啊我做了一件好事 让方氏玉母子得以重聚 真开心 原来啊 帮助别人会这么好玩 看来以后我们可要多管点闲事了 是啊 小姐 你看 走 小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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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好久了 等我 我 上次 多亏小姐 以伞相赠 所以 我每天在这等小姐 希望能见小姐一面 你 你每天都在这等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姐 小姐 我把你的伞给弄破了 还给你 这么烂呢 不是我弄坏的 是那个魂球 好 要是让我再碰见你 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斗 把他的皮 让他体无万夫 皮开肉斩 小姐 小姐 你要走了 是啊是啊 走了啊 再见 小姐 你刚才从这边过来的 是不是 该往那儿走啊 对对对 那儿 那边啊 再见啦 再见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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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怎么样 你手受伤了 不还是 我只是个粗人 你没事吧 什么粗人不粗人的 我们都是人嘛 下次小心点哦 我走了 算你走运 撞死人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没让我在看见你 你是怎么退车的 小姐 你真的没事吧 你看 这万一真有个什么事的 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啊 那退车的也真是 不会退就别退 笨手笨脚 哎 小姐 那傻瓜还在那呢 我猜啊 他发成事 看上你了 别乱说 乱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混不守舍 心神不宁 我是专制 疑难杂症 你有什么心事 快告诉我啊 你在说什么 我说什么 一看就知道了 你喜欢一位姑娘 真看得出来啊 当然了 论武功呢 你是在我之上 论气概呢 你也比我好 可是说到这些儿女私情呢 我就比你聪明了 你这个死回钱 真看不出来 你那么风流啊 哎 先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你这个迷途的小高扬 带我指出一条名路 让你走吧 哎 那位姑娘人品如何 很好 很好 哎呀 你喜欢她 当然很好 很好 那你就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住在哪里呢 也不知道 那你跟她是怎么认识的 这你总该知道了吧 这个我知道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那个姑娘走过来 就把伞借了给我 哎呀 拿过来吧 你到哪里去等她嘛 只要你一天一天的等下去啊 恍天不负苦心人 一定能让你等到她 没错啊 我又这样拿着伞 一天一天等她来啊 你 你都这么做了 还要我教你啊 你是要教我的 哎呀 还没说完呢 我看这样吧 再见到那位姑娘呢 你就问她 叫什么名字啊 接着呢 就写在纸上 为什么写在纸上 哎呀 我怕你不记得嘛 哎 会钱 我虽然念的书不多 但是也不至于那么笨吧 连个人名都记不住啊 这就难说 那位姑娘见你把伞 你就说 很好 很好 第二天 有位姑娘送块糖给你吃 你又说 哎呀 很好 很好 到时候又有一位姑娘给你跟香蕉吃 你又说 很好 很好 你那么多的很好 谁知道哪一个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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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她一个 哎 温世间 情为何物 习惯 师爷 我来帮你了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好 被子够不够啊 够了 你的伤怎么样了 没事的 别说没事 有事你就惨了 所以我熬了十八罗汉叠打茶 给你喝 来 快喝吧 趁热喝 哎 你头怎么了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还是不说了 来趁热喝啊 你怎么没对我那么好啊 因为她昨天晚上遭人埋伏受了伤嘛 来乖乖的 一口气喝下去 好 一会我洗完了碗还要回去做饭呢 做饭 我帮你 不不不不 我心有怪不不不不 你身上有伤 我给你弄几道拿手小菜 好让我的良心舒服一点啊 良心 喝完了 喝完我就买菜了 诗语 要帮忙 快兴小菜 奶奶来来来 吃饭了 诗语 这有点加多 怎么办啊 你干什么 这份你的 这份习惯的 这是我的 不会吧 你看她一大碗饭我喝西饭 她三道菜再加一碗汤 我吃酱瓜豆腐干 她那一对凶鸡也比你大得多 那是不是要多吃一些 少配方 来 吃菜吧 谢谢 谢谢 吃饭 吃饭了 你怎么不坐下 站着行了 水果也弄好了 吃完饭就可以吃了 那我先吃了 是 大家早啊 老师早 老师早 老师这边请 老师这边请 老师请坐 请 大家坐 今天呢 第一天上课我想教大家呢 老师我们要学武 对 我叫学武 学武 慢慢来 以后再教你们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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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想教你们的是什么叫做复道 复容 复容 复颜 复颜 复德 还有复工 缺一不可 首先呢 复容 我教你 我教你们的就是什么叫做复容 哦 我知道 就是打扮的漂亮亮亮嘛 嗯 错 刚刚相反 嗯 这是要你们啊 完全不要打扮 要多丑呢 就有多丑 最好啊 是弄的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 这就对了 为什么 哎 这样呢 你们的相公就会非常的放心 无论如何呢 你们是绝对不会出去的 偷漢子的吗 就算偷啊 他们也不会相信 哈哈 聪明 不行 不行 那我们要真那么丑 男人一看见我们就 那他们都出去喝花酒去了 所以 我现在就想教你们什么叫做复颜 复颜呢就是你要不断不断不断的在你们相公的耳边说 你不可以出去喝花酒 这是不道德的 你不可以出去喝花酒 男人一定要从一而终 嗯 你们绝对不可以出去喝花酒 最好能够多赚钱多赚点钱回来 让我晃 让我晃 总而言之呢 你想绑住男人这还是不够 你一定要注意你们的品德 现在就教你们什么叫做复得 是不是方德的等啊 坐上 什么叫做复得呢 啊 啊 譬如说 就拿喝酒来说吧 这酒呢 有酒量 量还有剩有浅 不管你的酒量有多大总会有喝醉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是考验你们品德的时候了 嗯 如果你们真的喝醉了 就一定要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可以东倒西歪 也不可以大吵大闹的 一定要保持好的仪容 不可以丢人 哎 老师 我看我们大家来实习一下吧 好 哎 哎 好主意 原来你们上课这么好玩呢 下一次也算上我 吸一口 你别做梦了 来 你玩玩 怎么样 还没味道 你看我的反应就知道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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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知道我喝酒 他要让我回广州去了 来吧 吃个这个啊 担保你要到病除 帮西关做菜剩下了两粒 全都给你吃了 喂 你怎么成了个做饭的了 哎 没办法 做了对皮兄弟的事 你偷他钱了 嗯 他哪有钱让我偷 你杀了他全家 他哪有家人让我杀呀 嗯 那你 不要问了 哎 来 过来 再闻闻 嗯 没了 骗我 你根本就没有闻 闻 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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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杯子呢 这杯子呢 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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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开 直到认识了你 我才知道原来茫茫城市上方士玉并不孤单 有了你 我无需再害怕面前满途荆棘 有了你 我无需再畏惧人情冷暖 有了你 就像黑夜一静蓄日东盛 有了你 太感动了 不要这样吧 不会钱 别哭 听话 石玉 从今天起 我们就是一生一世的好兄弟 是是是 不 是是是是是的好兄弟 是是是 明月为正 我们习惯跟方士玉结义 从今以后福祸与共 生死同心 明月为正 我无为钱和方士玉结拜为兄弟 以后两乐插刀 赴汤到火在所不辞 如为此事 千刀万剐 糟了 这下子更热闹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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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我们约了跟他们斗酒 大家说好不可以迟到的 小姐 不 少爷 你想过没有 我们现在就行打扮 万一遇上新红的小子怎么办 他曾经说过要把我们醉事万段 不会这么巧的 会的 小姐 小姐 你慢点 老板 这个给我破了个洞 帮我补一补 好 干什么 小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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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你 等等 别动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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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说他不只是个混蛋还是一个大笨蛋 我们小姐对他那么好 他竟然恩将仇报 早知道应该叫方世玉狠狠揍他一顿 小姐不如这样 我们去找方世玉 想个办法把他赶出穷花书院 以报今日之仇 我想这样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 他这个人根本就是个傻瓜 不配当读书人 小姐 这把伞你也别要了 我帮你拿出去扔了它 不 小姐 你不是想脚踏两头船吗 你都有个方世玉了 张你的嘴 你可不要乱想 刚才你不是说他是个大傻瓜吗 你要是我跟傻瓜计较 那我不也成了个大傻瓜了 这次就原谅他了 以后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你不是举目无亲吗 干嘛要你哭丧呀 世玉 我要退学了 退学 这里包吃包住包学费养老都可以 你不是又要上少林吧 不是 我要成心了 千万不要想不开 你不要胡思乱想 不是我胡思乱想 你还记不记得 那天到成华会馆捣乱的那个姓妍的 她是个女孩子 我早知道了 她叫做颜永春 经常女扮男装到处走 我跟她在童天书院里面已经斗过了 让我一个胡爪抓下去 怎么样 当然就当场现行了 那你也看过了 难道你也看过了 我 是啊 今天我在街上 我也一样 一个不小心胡爪抓过去 就把她衣服扯破了 你还笑得出来 这个颜永春怎么那么倒霉又那么巧 偏偏都让她给碰上 你别笑了 你觉不觉得应该负责任 负什么责任 人家可是黄花大闺女 那里都让你看了 当然要负责任 她是个黄花大闺女 我不喜欢她 为什么要负责任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世玉 男子汉大丈夫 绝对不能推卸责任 这不是叫负责任 这叫做自找黑锅碑 你也出过了胡爪 你也抓破了她的衣服 而且你也看见过了 如果要负责任 你也有责任 来一人一半分了她 也对了 拜托 颜姑娘怎么同时嫁给两个人 求求你红爷 你就饶了我爹 他有我这个儿子已经够瘦了 再加上给颜永春肯定一白头 先求求你爹好了 千万不可 也许行 哎呀 就是怕她这样 她的脑子跟你的脑子 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那我去问永春姑娘好了 随便 你问她吧 她答应了再说 我先回家吃饭了 哎 你就这么走了 我还没说完呢 其实永春姑娘蛮好的 人漂亮 心地又好 还送了把伞给我 要是换了我 早就答应了 她 跟她 跟我 跟我 算了 你还是跟她吧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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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怎么办 你怎么还不睡啊 又在想那位街上碰到的很好的好好姑娘啊 哎 贺琴 有件事我想问你 什么事啊 你问吧 你问啊 你说 一个女人 她最重要的是什么 听我说 一个女人 最重要的是什么 哎呀 当然是真见名声了 哎 别瞧我了啊 哎 你先别睡啊 我还有坏问题呢 哎呀 起来 你说 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男人 她在无意中 真的是无意中啊 一下摸到黄花闺女的 怎么办 那你要负责了 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的 要不然啊 怎么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呢 对嘛 我也是这么想啊 哎 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你不是真的 哎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给她补偿的 哎 什么事嘛 说来听听 你就别再问了 这件事 第三个人呢 就算我跟你说了 你也不会明白的 你放心吧 我会解决的 快睡吧 睡觉了 哎 睡觉了 哎 小姐小姐 哎呀 小姐小姐 大事不好了 你快起床吧 小姐快点啊 什么事啊 有人来提起来了 谁呀 就是 就是那个大笨蛋 大傻瓜 老爷 小姐呢 小姐说了 小姐说 绝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 叫她快走 听到了吧 小哥 那就请回吧 不是 我红西关是很有诚意的 请颜老爷叫小姐出来 我想跟她说清楚 这个 啊 哎 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我们小姐已经叫你走了 你还赖着不走 快走啊 对不起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不是要赖着不走 但是 如果没有办法 当面跟小姐把这件事说清楚的话呢 我真的不死心啊 你啊 啊 想见我啊 永春 好 那我就听一听 你要说什么 一言小姐 哎呀 永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 爹 你就别管了 你赶快去店里吧 哎 走了走了 快点了 好好好 那我就先出去 你要记住 跟人把事情说清楚 不要弄得尴尬 让人家笑话 好了 你快去吧 快去快去 快去 有什么事快说吧 颜小姐 对于那天 我的鲁莽 后来向你道歉 道歉 你道什么歉 你说 你那天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颜老爷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我 对 永春 跟爹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爹 我就跟你说 我会解决的嘛 你就快去啊 也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鬼名堂 好了 我走 你要记住 把事情说清楚 别弄出笑话来 好了 你快去快去 你千万不要再跑回来了 你呀 昨天的事啊 就别提了 走吧 这怎么成了 颜小姐 是 我红西关自由家庭 书念的少 但是也知道 什么是圣贤之道 什么是可为 什么是不可为 像是 在众目睽睽之下 撕过小姐衣服这种事 虽然说我是无心之过 但是怎么说 也已经玷污了小姐的名声啊 男子汉大丈夫 绝对不可以推卸责任的 所以 我专程来向你提亲 希望 希望 希望小姐能够答应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真的 我是真心的 要不然我也不会来了 哼 说得倒好听 那你以后拿什么奖和我们小姐 我是不行啊 可是方家醒啊 方世玉 是 是啊 他现在虽然不定性像个小孩子一样 但是我相信世玉他成家之后 也应该会像个男人吧 你是替方世玉提亲呢 你刚才不是说 你会负责任吗 是啊 可是我听世玉说 他在童年书院入学室的时候 也是一个胡爪 把你的衣服给撕破了 他在先我在后 论责任 你这个笨蛋 你不要再说了 你给我滚蛋 邵哥 你听到了没有 快走 你是不是要我拿扫把帮你赶走啊 快走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又是方世玉 稍等一会儿 老爷马上出来 方世玉 方世玉 你给我出来 吵什么吵什么 我们家少爷 不在 是谁找方世玉 原来是你 怎么了 方世玉 你做了好事 好事 我从来没有做过好事 什么事 你还装算 颜姑娘 是于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生那么大的气 没什么 小误会颜老弟 不是 颜小姐 我们到里面慢慢说 好 说吧 发那么大的脾气 到底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叫红西官来我家提亲 提亲 你还笑 我没有叫他那么做 你还不承认 要不是你指使他 他怎么会这么做 说回说 别动手动脚的 好 你说 我是说了 但是我并没有叫他替我去向你提亲 那他怎么还会来 我知道了 昨天西官跟我说 他坐在街上无意中抓破了你的衣服 我说 你也抓破了他的衣服 他的姨 你怎么那么说 我说我在童天书院也抓破了他的衣服 那是你先抓破的 是啊 是我先抓破的 那又怎么样了 你先抓破的你要负责任 负什么责任 成亲 成亲 不会吧 当然了 吓得我 所以敷衍他几句 谁知道那个傻子真的去向你提亲 就这样 就是这样 我发誓 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他 你该不会答应了吧 我当然不会答应了 还好 要不然我真的要自杀了 张世月 你少臭的 我才不会娶你呢 放心 我也不会嫁给你 谁说要娶谁 谁又不肯嫁给谁 究竟谁要娶谁 谁又不肯嫁给谁 难道你们两个 花姐 你可千万不要 误会 连说话都那么有默契 不误会才怪呢 说吧 到底在说些什么 她说 习惯替我向她提亲 蛤 习惯替你提亲 你们还笑 都是你 我已经说了不关我的事 你还想怎么样 我不管 这件事情都是因你而起的 你要把事情解决掉 我不要红西关再来找我 没问题 我跟她全说清楚 但是西关这个人很固执 我也不敢担保她以后真的不会去烦你 所以我就让你们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这样比较好了 好 你那个好好姑娘怎么样了 我今天到阿家去提亲 提亲 提亲 你怎么了 我是去提方氏玉提亲 方氏玉 怎么 你不是给自己提亲 是提方氏玉提亲的 喂 你不要随便胡说八道 否则我营养村对你不客气 干什么 你生什么气 要生气也是我 别人说我向你提亲 等于她破坏我的名誉 你 好了 不要再跟她闹了 快点去跟西关说清楚 你看看她那个样子 诶 洪先生 是这样的啊 你替我向阎家提亲的事呢 阎家这位大小姐 已经跟我说得清清楚楚了 拿着 氏玉 对不起 我失败了 哇 幸亏失败了 你不失败我就惨了 我找块豆腐一头撞死算了 我呢已经跟这个不男不女的阎家大小姐说清楚了 一切只是误会 没有人需要负责任 以后男婚女家各安天命 顺产难产 西听尊便 真的啊 哼 喂 怎么那么开心呢 当然开心了 见好朋友逃出魔障 还不为我高兴吗 这才是好兄弟呀 花姐 很好 很好 我说呢 要我说的人呢 把话都说清楚了 本来不开心的人呢 他已经开心了 哈哈哈哈 本来有火气的人呢 已经全都没了 还站在那边干什么 哎 哈哈哈哈 来呀 来吧 别人站着了 来 别说我欺负你啊 给你啊 来来来来来来 坐下坐下 我也要了 我来 小心啊 儿子 好了 你来来来 好 来 嗯 为什么 哈哈哈哈 你这个傻小子 具体方式又提亲 哈哈哈哈 对不起 说什么 我不是说清楚了吗 你会不会打罪拳啊 那就来试试吧 来呀 哎 你知不知道 可笑他长得不够英俊 要不然呢 我还真的蛮喜欢他的哦 哈哈哈哈 还可以吗 快点 行不行啊 怕你啊 来了 哎 你看看 你看到他们的面前走好啊 哎 你看看他们两个真的很合适啊 你说是不是啊 啊 很合适 你说是不是啊 啊 谁在这 你干嘛打伏不 没有 儿子啊 干嘛花姐 哈哈哈哈 不行 你别吐在我身上啊 哦 我啊 你要先回去了 要不然呢 你爹就不要 那还得了啊 你们呢 继续玩 要不要送你回去啊 不用了 继续 暂停 什么事啊 小便 怕什么 自己人 我陪你去 什么 你把疯啊 不会看你的 看了会倒霉的 你啊 你啊 你怎么了 你也喝醉了 谢谢你啊 叶小姐 叫我永春就可以了 对了 你有没有看到方续啊 这 他刚才不是跟你在一块吗 嗯 那个臭小子 需要替我打疯 人都不晓得跑哪去了 你应该知道 事与他这个人本来又是这个样子 对了 你被雷人王打伤了 伤好点没有啊 早就好了 那就好 其实你身手挺不错的 只要再多加勤力练习 再进步一点 就不用再怕雷人王了 谢谢 谢谢小姐关心 但是 我这个人啊 一点用也没有 肯定多不过他们的 嗯 男子和大丈夫 不可以说这样的话 一定要胸怀大志 答应我 一定要为你自己的将来好好加油 答应我 嗯 答应就好 嗯 永春呢 哦 他刚走 嗯 这个不男不女的 叫我帮他把风 自己放完水就走 也不叫我 诶 诶 我 我有件事想问你 好啊 诶 你在想什么 你在看什么 没有 怎么 你气我打了你啊 没有 其实这都怪我自己多事 跟你没有关系 不知者不罪 我不是说过了吗 别把事情放在心上 我先喝啊 来 赶你了 快点喝啊 快点 诗悦 如果一个女人关心一个男人 那代表什么 好 那要看那个女的是那个男人的什么人 如果那个女人是那个男人的娘呢 那是正常的 如果那女人是男人的老婆呢 也是正常的 如果那个女的是男人的姨妈呢 也是正常的 如果那个女的是男人的姨婆呢 这也是正常的 哦 但是那个女人又不是那个男人老婆 也不是她的姐妹 更加不是她的那个亲戚或什么的 那不是有点非比寻常吗 诗悦 可非比寻常 可是 这女人什么都不是 是兄弟的很好 是很好啊 年姑娘 我 我真的 真的不太会说话 但是 自从 你把伞借给我之后 我 我 就是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两个可以做朋友的话 那真是 颜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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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颜姑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